四六堆十股 金银网网物 虽认四地宝 卖金城多福 这句童谣在四川地区流传已久 相传解开童谣中的秘密后 就能找到金银财宝 甚至能够买下一座城市 所名王老五来到岷江钓鱼时 意外发现一枚五十两的大银钉 想起那句童谣后 马上就明白 传说中的宝藏就在这条河流之中 那么宝藏到底是什么 它又能够价值多少钱呢 四川省眉山市鹏山区的岷江旁 考古工作者正在埋头苦干 因为就在几天前 几个村民来到岷江边的小山上 根据那句流传三百年的民谣 石牛对石骨金银万万五 谁人石的破买进成都府 根据民谣的说法 只要找到石牛和石骨 就能得到能够买下一座城的财富 但是三百年了 没人见过传说中的石牛和石骨 几个村民钻进了附近的密林 突然一只蓝鹿虎挡住了去路 仔细一看 这是一只姿态威严的石骨 它所眺望的地方 正是现在考古队所发掘的区域 并且还有一条石龙刻在了崖壁上 石龙所向正是江口 几位村民在几天前找到了一处石刻 石龙对石虎金银翠山守 中华宝藏星民族招千古 落款人士又长 又长是徐元烈的号 所以应该是徐元烈识破了当初埋藏宝藏的地点 留下两个石树指路 随后放出假的宝藏民谣掩人耳目 几个村民得知真相后 马上来到江边开始摸索 果然没一会儿就找到了几块大银钉 不过这时已经有考古队员在江边等着了 因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这些文物应当归为国家所有 所以几个村民被送到了派出所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最后考古队员在村民打捞的位置进行封锁 并且在上游和下游同时进行 但是问题来了 文物大多藏在水下 虽说现在属于枯水季 水量不及平时的一半 但江面依旧宽阔 水流也十分湍急 由于情况特殊 文物局发动了顶尖专家前往支援 几天时间内 集资广义反复论证 终于有了完善的发掘方案 维艳筑地 贪图考古 这个方案的重点就在于 2万平方米的低艳上 这样的方案过于大胆 那么专家能否通过这个方案 成功将宝藏打捞上岸呢 这也是一级文物中的甲鸡 就是伯伯鸡 这个就是核心文物 最好的 这是两部分组成的 这是它的 纠叠钻 一共6斤多 3斤多 四川民将进行大量金银宝藏 仅从盗宝者手中追缴回来的文物 就已经高达300万 据专家保守估计 这批神秘宝藏的价值应当上亿 然而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面前 这江水该怎么办 专家们能否将这爵士宝藏打落上岸呢 很快专家们得出一个大胆的方案 就是将河流阻断 用砂石围出一个2万多平方米的面积 终于在历经了三个月的人停机不停的工作后 考古工作得以正式展开 但是更大的问题显露出来 鹅卵石在河床上足足有3米后 围验出来2万平方米的面积 不可能一一进行发掘 所以专家打算利用现代科技 用金属探测仪划分出重点区域 很快确定了一片区域后 马上进行发掘 这次还有大型清选设备的帮助 如此一来工作进度开展的十分顺利 终于在多学科介入帮助下 成功发掘出了一批宝贵文物 在一旁等候已久的文物运输车 终于派出了用场 一眨眼的功夫 文物就已经来到了研究所 金册金币银钉 单单拿住一件就能价值百万 尤其是纯金的金册 重量足有740克 如此体量的金册实属罕见 这还单单只是冰山一角 无法想象两万平方米发掘完毕后 会是一桩怎样的场景 这不禁让人再度想起那首民谣 金银万万舞 这应该不是浮夸 另一边彭山区看守所内 考古队员正在清点 从盗宝这手中追缴回来的文物 其中几件文物经是亥俗 一百两银钉 五十两金钉 这些足以称之为一级文物 也就是国宝级 这还没完 还有一件核心文物更让人惊叹 最好的 最好的 这个就是只能够这样 我这 永昌大元帅 他这个字叫做永昌大元帅 原来如此 这批宝藏的主人应当是永昌大元帅 也就是张献忠 我国有五大神秘宝藏 其中排名亚洲第一的就是张献忠陈吟 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会让这位元帅迫不得已将宝贝丢弃在江中呢 这也是一级文物中的甲鸡 就是伯伯鸡 这个就是核心文物 最好的 这是两部分组成的 这是他的 纠缠 纠缠 一共六斤多 三斤多 四川名江京县张献忠宝藏 仅从盗宝者手中追缴回来的文物 就已经高达三百万 据专家保守估计 这批宝藏的价值应当上亿 那么问题来了 这批宝藏真的是这个农民军首领所藏的吗 这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考古研究院中 专家正拿着一张金册研究 为大西大顺二年 岁在已有五月速日人武 皇帝制约 镇监于成点中关九玉 大西是这位农民兵领袖所开的国号 大顺是大西国的年号 正张金册表明了他的主人就是张献忠 藏宝者的身份之谜再次指向了张献忠 包括那些银定 全都指名了为大西国制造 但是问题来了 一家草民哪来的那么多金银财宝 又为什么要把金银沉入民江呢 时间来到明末时期 此时的张献忠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 张献忠曾转战多个地点 包括陕西安徽湖北四川等多个省份 巨额的军费从哪来抢掠 只有这一个选项 起初他们的目标都为明朝的藩王和官吏 甚至连明朝皇帝的子嗣都没有幸免于难 随着战事加紧 单单官吏已经不足以开支 所以便开始无差别搜脚 无论贵胄还是农民 全都没有放过 比如眼前的一堆耳环 这些就是明朝妇女平平无奇的耳势 被张献忠收缴过后 熔炼成银定 以维系大西国的运转 张献忠的种种行为 明朝统治者当然将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最后明王朝派出了杨展 成功击溃大西国 张献忠被迫离开国家 带着国库逃窜 杨展在民江流域涉服 成功权建了他的船队 而张献忠的金银财宝 也就随之沉入江底 那么杨展为什么要在这里设服呢 原来这片流域 从始至终都是兵甲必争之地 从后来发掘出来的 利用通宝和宽永通宝 可以看出 这两枚钱币和张献忠 没有半毛钱关系 至此张献忠的宝藏之谜 全部解开 在后续的考古工作中 陆陆续续出水了 更多更精美的文物 形形色色应有尽有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 可以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